帮助失智长辈重婚旅行的美好 让他们搭乘高铁旅游台湾 高铁左营站积极投入公益爱心活动 帮助台湾全人关怀 招务服务协会的失智长辈 实现搭高铁环岛游台湾的梦想 让他们感受到高铁的便捷与优质的服务 这一次我们这个台湾全人关怀 照顾服务协会 承办这个我们一直都在做 失智长辈的一个服务 那这一次我们很感谢高铁 赞助我们来回的一个车票 带着这一群失智的长辈 能够到这个所谓台北跟宜兰 两日两天一夜的一个旅游 那我们最主要的 为什么要办这样子的一个旅游 那为什么高铁公司要 赞助我们这样的一个车票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认为说 其实失智长辈应该要走出家门 今天非常荣幸高铁公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赞助这个关怀 全人关怀 照顾服务协会 那这群非常可爱的一些长辈 平常的时候呢就非常难得出门 那这次呢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高铁公司很荣幸的能够赞助这样的一个车票 让这些可爱的长辈能够走出户外 为这群难得出门的失智阿公阿嬷们 双赏祝福 协会的长辈志工也安排了一场 感恩回馈快闪的表演 以精彩的歌舞表演 以及乌克丽丽的演奏回馈旅客 史芳新环国威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道